整整是AI的新起出現更多的商業新應用 在國內是有AI公司提供企業免寫程式 旗下用戶也不用下載APP 而是可以使用到第三方平台 讓客戶來玩互動極點遊戲 還可以經由即時的數據來分析用戶的喜好 進行精準行銷 挖掘潛在的商機 除此之外 還有AI新創公司呢 是以自主研發的羽翼與音演算引擎 來當成核心 打造出人機互動的元宇宙虛擬人 希望可以為企業省下介紹場館的人力 您好 我是來自元宇宙的AI虛擬化身高音 留著短髮的元宇宙AI語音互動虛擬人高音 一偵測到有人靠近不只會微笑打招呼 還能及時解答 請問你們有什麼展演活動 2022 TalkTown Rock打狗季 要讓虛擬人先聽懂人類說的話 再說出能讓人聽懂的話 這看似簡單的人機互動 讓AI科技公司花費不少心力 用我們的AI大腦來做一個驅動 包括語音的大腦 包括語翼的大腦 我們把這兩個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用AI的方式 讓這些虛擬人他具有聽力 這家AI科技公司以自主研發語翼語音演算引擎為核心 推出VOICE GPT 透過語音解答花生成戀愛 約會大食 有沒有推薦可以看夜景的地方 東湖 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的東湖 湖邊有許多虎光山色 夜晚可以欣賞到璀璨的夜景 短短幾秒內自然流暢地生成語音和文字的對話內容 但他畢竟只是機器人也會吐賊 有時會說出錯誤的地點資訊 但透過修正還是能讓聊天機器人 成為未來商用上的好幫手 看見聊天機器人的潛力 國內也有不少企業開始花錢導入 不僅省下廣告費 也能蒐集最新的客戶數據 透過掃描QR Code 讓上門買手搖引的民眾 不用下載APP 就能用臉書平臺加入會員 而AI公司在透過蒐集到的客戶數據 為企業挖掘潛在商機 所以就賦能給這些企業一個簡單的讀新書的工具 增加客戶使用平臺的點擊率 就算你沒消費 也能透過玩輪盤或線上留言 免費換取點數 進入折底現金或免費價料 我們這樣總共是七十元 那剛剛有用那個折價券 不是只有消費可以寄點 他每天回來打卡簽到 看最新的影片 這些也都有點數 就可以幫企業了解到他現在 最近最新在社群上的這種傾向 對於選擇飲料有障礙的人 也能透過聊天機器人 直接解決疑慮 想呼叫真人客服也不是問題 除了為客戶解決需求 也讓企業更瞭解客戶 AI公司還能從中找出產業的成功方程式 創造三飲局面 專家認為在未來的AI時代 人機協作將成為趨勢 人機協作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也就是將來你對你的專業要很熟悉 但是同時也要會去使用 這些人工智慧的工具 隨著聊天機器人的商用化 帶來無限可能性 但他畢竟是公開平台 還是得盛防 是否有商業機密外泄的疑慮 記者原始郭俊林歇正林台北報導